大家好,我是小碎,欢迎收看小碎解说三花沙 今天咱们继续看国战 先看一下这个出将情况 看下这局出将情况 那么只有群雄可以 群雄这两个配可以 那么董卓配这两个都可以 感觉怎么配都可以 当然要是出董卓的话 最好是把董卓放到副将 但是你要是华佗配董卓的话 你想把董卓放主将也可以 因为毕竟华佗的嘲讽太高了 你要是把华佗亮出来 把华佗亮出来 如果觉得嘲讽太高的话 可以就是把董卓亮了 把董卓亮了 把这个华佗吃了 把华佗吃了之后 第一将嘲讽 第二血腺高了 可以虚报几轮 不过拖的时间太长了 好像也不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比达进程 那么也是好几天没更新了 因为这一段年底了 比较忙 比较忙 也是加班加了好几天 一直没什么时间 这周末了才有那么一段时间给大家录视频 那么更多的视频到春节吧 到春节放假了 有时间了 大家做吧 包括什么周五霞之之类的吧 前面也是都没动啊 然后丝毫放弹蛮 这没有杀 这只能掉鞋了啊 雷莎 带王 看我的 好 杀 个 竹龙出来啊 灯爱也出来了 这灯爱我觉得没必要出来 就为了一个田 就直接就出来了 不太好啊 你就挨着竹龙呢 挨着竹龙呢 你这个出来 这个四号也是非常极致啊 放完一个 嗯 南蛮之后 看竹龙吸了 竹龙吸了 马上带个藤牙 吞牙又吞到一个弓囊 那么五号 接着放万剑 应该说不太像吴国啊 你如果吴国这样疯狂的开OE不好 都是我的 那么我们主角出来 撸一发啊 撸一发 是把这个竹龙的南蛮 撸过来了吗 嗯 那么 把这个四号的藤甲 撸过来了 那应该是我们主角 准备放南蛮了 也是放完南蛮之后 再把藤甲挂上 估计是 是这么打算的 这南蛮循环播放 这个没卖血啊 先不要个飞味吧 好像就是一个三下啊 我们主角也是三血啊 让这个七号 一血了 也没想出来 吃了个桃过了 果然南蛮继续开出来啊 这边 钢猎哥 钢猎哥给自己 资了一发粮啊 资粮了一个沙 然后这整场人 基本上被这个大象踩的 也是非常郁闷的 这个三号也是 被这个啊 钢猎哥毫无不犹豫的 给干掉了 他杀这个三血不慢 也没问题啊 这个窝龙也是悲催啊 现在 呃 没法晾八阵啊 回国外没法晾八阵 知己知彼 啊 也是死的比较冤的 然后 4号看了5号 也没有做更多的动作 顺手前扬 那么主角 这是要签减一码吗 那你签了减一码 这边有青钢镇 一会儿 他在报复杀你怎么办 啊 你给我把青钢镇给拆了 这是 彻彻底底的保护自己啊 这个七号又吃个桃啊 桃子不少啊 刚才差点死了 现在又回复起来了 那8号也是不想动啊 看来8号也是不想动 铁锁连环 主龙来连了一发 我们主持角和7号 问题也不大 他连一个 估计是看到我们主持角这个腾甲了 所以就选择连了一发 腾甲有时候也是比较显眼的 4号也是没有动 张合出来了 张合出来要偷一下 偷一下 他偷了我们主持角和4号 4号首先不是位啊 再一个应该也不是吴啊 也不是吴 知己知彼 看一发啊 看到了一个吴国 刚才这个张合啊 他去偷这个4号 应该说4号不是吴国 如果是吴国的话他没必要去偷 你要偷他 你这不是给自己拉超风吗 你就在他旁边 那么他不去偷暗将 但偷我们主持角和这个4号 这难道4号也是群雄吗 那么这个孙策出来 继续猎刃啊 他是有闪啊 他有闪故意不出 这就为了坑我们主持角凉血 这孙策也是 冒着被猎刃的危险啊 冒着被猎刃的危险 也要让我们主持角吃一剂火杀 你说你这图什么呢 你有桃吗 你有桃 万一被猎人走呢 刘不娇蟬 出来砸砸场子 自粮一个 帐巴 他这什么两啊 南蛮 南蛮没有给出去 这边也是直接带走张合了 看刚那个 刚那个没有桃子 直接带走张合 这个张合 带走也没问题 这张合在这挺烦的 继续撸一发 咦还撸到一个桃子 这叠九杀 九杀孙策 轻轻一闪啊 看来孙策闪不少啊 孙策闪不少 他就是为了 刚才就是为了坑我们主校 埃及九杀 你说你这个孙策 你是图什么呢 你这 你又不是说像身份局那样 你掉的一血 你可以觉醒了 你这弄的 你这不是图来拉自己嘲讽吗 这个八号好像还是不想动的样子 这灯案手真长啊 还好腾甲没了 好像是刚才 灯案是把我们腾甲拆了还是怎么了 哦 我知道可能他这个田里有个 有个南蛮啊 所以他提前把这个腾甲给拆了 可能有这么个情况啊 不然他没事 他拆我们主角腾甲啊 那反正自有他的理由吧 继续撸一发啊 这全场都来提活我们主角 估计是怕我们主角这个 呃 这半边是花坨啊 可能是怕这半边是花坨 带走了孙策啊 带走孙策 那就看这个案讲了 然后这样 这样最后亮这个河太后 最后亮河太后 还能多摸一张牌啊 好 僵尸啊 僵尸 僵尸那果断毒一下 反正你没距离 结果 没想到的是 他这边居然是态势刺啊 那 其实如果他要是双量的话 这我们可能就不毒了啊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毒一下啊 也可以毒一下 因为毕竟他距离不够长啊 果然他也没距离 那灯爱不敢毒啊 灯爱不敢毒 第一是他有刚烈啊 第二这个灯爱这个手足够长啊 那么灯爱也是来打貂蝉啊 你问题也不大 反正现在肯定是打群雄啊 那你现在场上这个形势 反正第一是群雄有一个人头优势啊 第二从整体形势来看 群雄也是比较占优的 这边刚才是顺了朱镕一发啊 想顺桃子 结果没有顺到啊 还好是盼了红桃 不过也无所谓啊 无所谓 这么多牌都是要扔的 那判什么也就无所谓 继续啊 三比二啊 估计这个泰尔斯也就是想 单纯就是耗吕违章牌 结果没想到拼赢了啊 没想到拼赢了 那就我那就杀了一发 主要也是在这里够憋屈啊 直接也是果断读了一下 果断读了一下 因为他是裸摸的牌啊 他裸摸的牌 摸到这个桃酒啊 概率比较低啊 那这边就是赌了一发啊 就是赌赌吕布有杀了 反正这么多桃子啊 你这么多桃子 你就不赌 也是用不出去啊 你不如就赌一发 他要有杀的话 他要有杀的话 他就杀一下 他没杀的话 你说 呃 吕布真被打死的话 你真被打死也 这种局面 吕布真死了 也可以打啊 所以那时候就果断 也就读了一发 这个意识还是不错的 这一个一个都被毒死了 这喝太后还是相当犀利啊 那现在剩个僵尸的 应该说是问题不大了啊 我们手里还有桃 还能再保一个 嗯 开个桃园呢 这就更稳了啊 我觉得这个泰尔斯可以偷了 听你这个裸摸 听你这个裸摸 想 想打死我们两个人 你单挑一个 你都困难 还不够该生有皇子 咱们这是 这调缠也没法离间了 没法离间了 其实董罗这个 他要不是放主将 把这个副将吃了的话 这董罗 哎 这个青雄啊 还是女将放前头 没啥 这边也是求稳的啊 这是连远交进攻都没开啊 嗯 优势局求稳 这个主角这个意识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再来看这局 这对这个出现情况 嗯 吴国和蜀国感觉都不是太强 感觉都不是太强 这个铝盟 你要一直蹲坑肯定不行啊 你要前期的话 估计就一个单州鱼 嗯 那么 这个蜀国这组合 你如果弥妇人 弥妇人把把自己 他是把自己给吃了啊 他把自己给吃了 也就是一个单庞桶 那反正 这 估计你要是前期如果练起来 基本上就是玩一个单匠啊 当然 吕蒙和周瑜后期还是非常强的 看我们主角最后怎么选吧 啊 他还是最后选择的是蜀国啊 蜀国还是 有这个 凤厨神匠啊 有神匠信仰 然后一号挂装备没有动啊 二号也是不动 都不动 都是比较低调 都是有装备的人啊 各挂各的装备 这边开五谷 这你就不怕有大嘴吗 你开五谷自己拿个 铁锁 铁锁你这是要锁谁 啊 他重铸一个 又重铸一个 你就这样发福利 也行嘛 反正有人他就是 有 有锦囊 他不用 他难受啊 这边 真机里一点 选择手量 这你是要打谁 反正这么多三血的 那你就看着打呗 你有擅自 是不是要杀一下这个藤甲 他就顺着下架 下架不让顺啊 下架不让顺 肯定不是位了 肯定不是位了 所以打你也没什么问题 以德抱怨 怨消恨 怨怨相报 冰凉 何时能够 直接干两句凉血 然后再把你冰上 潘风的击灵啊 吃我一记 三尖两刃刀 这你去拼四号是 这是啥意思 这我看不懂啊 你去双刃四号 他有藤甲 你这是 赢了 他没有伤害 你就输了 你反倒 不能出牌 然后他在这乱搞一通 然后逃跑了 这这这太搞笑了 这像这种人 这就是出来搞笑的 这不用理他 然后这边借真基的刀啊 应该说也不是位啊 一大堆牌 一大堆牌 杀杀闪闪 这些没必要动 直接扔就行了 留两杀一闪 还是比较科学的 这边也是都纷纷不动 也没人去动针机啊 也没人去动针机啊 人就七号借了一个一个刀啊 不知道这个 这个针机是不是要来打七号了 看他什么动作 看南蛮 看有没有其他魏国出来 或者是猪戎梦获什么东西 曹老板 司马也出来了 那这边不卖啊 知己知彼 看一号 直接九 直接九杀 九杀这个逃跑了 那 我感觉啊 他知己知彼 看完一号 然后九杀这个逃跑了 我感觉这个一号 也非常非常像魏啊 因为你如果不是魏的话 你如果不是魏的话 他可以九杀这个一号 保护司马嘛 因为你现在场面上 毕竟两个魏了 毕竟两个魏了 你可以杀一号 保护司马 或者是你杀这个 直接杀杀杀杀杀这个三号 三险不卖的也可以 没必要去杀一个逃跑的嘛 所以这个一号就非常像魏了 所以这边这个七号也是保护棚 主角这个勒给 弄走了 我们又冰了他一下 那么一号 那么一号去勒了三号 那就更证明他是魏了 他不是魏 他没必要勒了三号嘛 这三号明显三写不卖 这个七张牌的司马 当然这个七张牌的司马 你勒他也没什么意义 也就是 废特张红桃 七张牌应该是断红桃的距离 不会 不会断红桃的 果然啊 这边草屁啊 哎 这个司马扔了 桃子都扔了 这难道手里三个桃子吗 那么这个月鹰是去看着一下司马的手牌啊 估计也是想看看是不是三个桃子 这草屁翻的 我觉得 这边祝容你要是不想让他动 虽然说他被勒了 虽然说他被勒了 我觉得也应该翻这个四号啊 你这个四号保证 保证真机的行动啊 你要么翻祝容 要么翻这个四号 杀 那这边 马扔是想收个人头吗 这你想多了啊 这个司马手里撒桃子啊 哎呀 你刚才猎人掉一个 再被拿走一个 这难道手里不是撒桃子 那你不是撒桃子 你把桃子扔了 那还有什么牌能比桃更好呢 你看你不翻这个四号 你不翻这个四号 嗯 然后他把你干死了 然后你不翻这个 月鹰啊 你刚才不翻这个祝容 你不翻这个祝容 他又折腾了半天 起码祝容那有个名单蛮 一个勒不是万能的 虽然说有司马 司马刚才都扔桃子了 都扔桃子了 你应该能 那个想象出来 他手里你应该基本上都是桃子 桃子基本上也都是红桃了 这万一判个红桃 他要 他要没法改 这也不好 所以还是你翻墙位的比较保险一些 毕竟这个七号 这七号第一他后行动 第二他打不到你们这个魏国 这边针机有加一码 这边你草皮隔着一个人 除非他要是他要是像袁上那种人 那没办法了 但是刚才那点应该就是 先翻前卫的比较好一些 那么这边月鹰也是拿瓷雄剑 再调戏司马 司马要去了吗 这两个人都在打司马 这我们现在有一个队友 就是肯定是不用慌的 现在就是七号的身份非常关键 七号如果是群雄的话 一会儿等司马死的话 还是需要提前限制一下 如果是鼠呢 那更好了 你拆了个五六千 没意义吧 这马腾有负一马 你拆这五六千完全没意义 你拆五六千 你还不如拆这个月鹰的这个瓷雄刀呢 这个群雄他也没队友 那这个七号刚才没亮啊 没亮的话应该也不是吴国了 他如果是吴国的话 应该是可以出来了 那这个七号现在还没出来 就肯定是他是有队友的 所以他不能出来 同样我们主持人也是不能出来 我们主持人要是一出来的话 那这个群雄这个马老板 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出力的去打魏国了 这个七号肯定跟我们也是相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时候是都没出来 那么现在就按照看戏 有杀的话可以统一到司马 可惜刚才好像是没有杀吧 也没有进攻台 司马这又回复起来了 直接我们给月鹰打无限啊 直接给他打无限 那么其实打这个无限 也不能说就是跳鼠了 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位 这边还有一个大boss啊 这个阵击力点 能力非常非常强 那么如果是 如果是其他势力 把这个月鹰放出来 让他去打魏国 也是说得过去的 也是说得通的 也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说这个 马腾啊 还是一直在杀司马 可能杀针机不太好杀 就这个司马比较好杀 他可能觉得这个暗将 可能有他的队友 所以他才这么卖力 知己知彼 你这就不用看了 你这不用看 反正不是魏国 你还看他干什么 你还不如过一张牌 那么直接就去 戒约硬的刀去杀啊 那么去杀 那就更证明不是吴了 以德报怨 更证明不是吴了 如果是个独瞄吴 你不你这没必要去杀 反正他肯定是有队友的 他具体 他是鼠还是群 嗯 要说是都有可能啊 都有可能 毕竟他肯定是有队友的 不然这个针机 没必要是看了他之后 猛的打他 真是天命难为 那我们这个 我们之前一直是跳的飞 这个飞味啊 所以直接把这个针机 也乐上 你不用动马腾 看他 看他愿不愿意打针机啊 好 他直接开大了 他只一只笔看完开大了 那那就是这个人肯定 肯定是数了 肯定是数了 因为他之底之笔完之后 自己开大了 如果他是群雄的话 他肯定 等他亮将之后 他才开大 然后他又杀了 他现在是 他现在是他要和 他要和 镇基结盟了吗 这我们主持点 你们也都没有看过我们主持点 你怎么就知道 我们主持点 不是群雄吗 难道是刚才就是给月银打了个无限吗 其实那个无限 真说明不了什么 这是 就我们主持点 即使是群雄也应该打那个无限 这边读了一发 这我要是群雄 刚才肯定是给月银打那个无限 让月银出来打魏国 他出来他肯定打魏国 帮你们群雄打魏国 所以 刚才你那个三件刀 我觉得没必要戳吧 当然他戳下这个案件 逼着案件出来 也说得过去 也说得过去 这边戒刀直接杀你还就真杀呀 那他是有桃子 我们晾了 这个迷夫人 结果这么多牌 居然没有 居然没有这个桃酒啊 这只好晾帮彤彤彤肯定是 不能两个一块两 不然他就不赌了 就逼着他赌一下 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情况 我们煮点 六七张牌 这个可在后就不应该读了 不应该读 第一你没有闪 第一你没有闪 第二他五六张牌 刘汉世之四 刘汉世之八 他那么多牌 那么多牌 说不定就有桃酒 再一个他那么勇敢的亮了 说不定就是有备而来的 再说这边月银过那么多牌 有两个桃子也很正常 再说你又没有闪对不对 你没有闪 那万一他被点起来了 这不就直接把你给剁了吗 那么现在三打一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这一局也就是 现在大家说还是要提前限制按键 你不能老想着这个按将和我一伙 按将有可能和我一伙 你不能老这样想 老这样想 最后还是容易吃亏的 那么好吧 今天视频先坐在这里吧 也是时间仓促了一点 等过两天放假 有时间了再做吧 包括什么周五霞之类的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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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